你别以为这三胞胎有多可爱乖巧 他们可是一拳就能打飞修女 长大后更是化身小恶魔 绑住修女来的昏睡打击 都是基本的日常操作 修女们被折磨得够强 他们必须把这哥仨送出去 这天刚好来了对领养夫妇 修女们安排三兄弟来的段唱跳展示后 夫妇却决定只收养三兄弟中的蘑菇头 回家路上 夫妇表示今天是蘑菇头的生日 让他许个愿望 蘑菇头便让他们领养剩下两兄弟 夫妇被他的兄弟情大受感动 既然你们感情这么深 我也不舍得拆散你们 那咱们就领养另一个孩子小金毛吧 25年过后 哥仨都已长大成人 就连修女都净化有了新技能 今天三人被派去修钟楼 光头哥带着把电锯 晃悠悠地爬上木梯 结果硬是把木梯锯成了一半 蘑菇头这一看 火气都上来了 抢走电锯直接朝光头哥劈去 谁知光头哥还是个铁头娃 不仅毫发无损 就连锯齿都断了 蘑菇头又拎起锤子砸去 结果飞出去的锤头掉在铁头里 差点砸到了下面的修女 就在修女准备大发雷停时 三人却一不小心弄掉了大钟 当了一声正中修女脑门 蘑菇头和地中海赶紧下去救人 结果梯子断成了两半 他们硬生生地砸在修女身上 而此时光头哥踩着高桥就要摔下 两人赶紧拖走修女 结果 为了让修女苏醒过来 地中海拎起铁头 不得不说 修女能活到现在 真的是命大 然而坏消息来了 神父表示孤儿院开到月底就要倒闭 要想继续开下去 就必须筹够83万 而作为院内最靠谱的三名男丁 地中海蘑菇头光头哥自告奋勇 决定出城筹钱 三人骑着小单车 打算靠过路汽车拖着他们走 然而钩子钩是钩到车了 但他们绑单车上的位置 却是后轮 差点就来了手前列线刹车 众所周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男人却种起了鱼 以为还能得个鱼出来 而这三胞胎为了赚到83万 硬是在草坪上种了满地活鱼 博愿称他们为商业鬼才 可百路边摊会有城管茶 他们又跑到城里 挂着一副牌子 写着只要给83万 就能做任何事情 没多久 一对夫妻找了过来 说只要帮其做掉老公胡子书 金发姐就会付83万 好心的三兄弟本不想杀人 但听到胡子书换了癌症末期 他们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还没给夫妻俩准备时间 光头哥就冲着胡子哥 来个手肉弹冲击 金发姐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她要杀的老公 并不是胡子书 对方只是她的情人 而真正的老公 则是25年前被领养走的小金毛 为的就是争夺她的遗产 金发姐气得开车走人 但蒙在鼓里的三兄弟 却以为她想吃把王餐 便一路缠着金发姐 金发姐忍了一巴掌过去 胡子书没有凉痛 还在医院治疗 所以不能给钱 三兄弟一听便立马来到医院 他们假扮成护士 混进了胡子书的病房 胡子书一见到他们 吓得连忙钻进石膏里头 只见哥仨点起炸药 往石膏里面丢 直接把胡子书炸飞了天 见他还没凉透 又拿着枕头就想捂死他 但此时警卫来了 三人跑上楼顶一跃而下 却不巧砸到了路人 但万万没想到 这个路人正是金发姐的老公小金毛 多年未见的几人再度重逢 别提有多开心了 三人还得继续筹钱 眼见卖一步行 他们找了间仓库就想偷东西 然而里面啥都没有 惹得哥仨闹出矛盾吵起了架 身为嘴强王者的蘑菇头 更是骂走了光头哥和地中海 然而忽然间灯光一亮掌声刺起 这里居然是戏剧舞台 台下全是制片人导演 而一位导演看中了蘑菇头的眼睛 直接签约了他当艺人 而光头哥和地中海 则到动物园卖冰淇淋去了 这男人逃票溜进动物园 结果不小心翻错园区 来到了狮子区 好久没尝到人肉滋味的狮子 直接冲了上去 好在脖子上的锁链不够长 饶过了胡子书一命 然而地中海和光头哥这边 他们不小心将一颗花生米 塞进了海豚的呼吸道上 两人赶紧下水进行急救 成功把花生米喷了出来 结果花生米一番飞行 直击狮子要害 狮子瞬间眼红 怒气暴涨 他扯断锁链 让胡子书见识到啥才叫狮子玩 而地中海和光头哥 见83万还没瞅到 便想找小金毛的养父借钱 谁知两人在对方公司里 看到了金毛一家的合照 这才发现金发姐是小金毛的老婆 而胡子书则是小金毛的哥们 金毛头顶着绿帽也太绿了 两人为了保护小金毛 他们冲去电视台 找到蘑菇头和姐 随后哥仨来到小金毛的婚礼现场 找到了对方 他们刚要告知真相 胡子书和金发姐就跟了过来 这对狗男女想找借口解释 不料养父却举着枪来了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才发现主谋杀死小金毛的人 居然正是养父 而金发姐更是她的情人 这关系也太乱了吧 为了做掉几人隐瞒真相 养父威胁他们开到郊外 接着养父道出了真相 原来在小金毛的养母去世后 对方将遗产统统给了小金毛 所以为了争夺遗产 养父这才谋划了这出大戏 那这样看来 胡子书也很绿啊 然而就在这时 光头哥突然拿出一只小老鼠 吓得所有人慌乱不已 车子更是开进了湖水里头 众人挤在车里动弹不了 光头哥还放起一瓶 这时蘑菇头忽然集中生智 点燃了一根火柴 就这样 众人成功得救 哥仨想让小金毛借他们83万 但对方根本不肯 这孤儿院把自己送给个魔鬼养父 现在还想我拿钱资助 想得美吧 没有办法 哥仨只好回到了孤儿院 结果却发现 这里焕然一心充满生气 原来是电视台导演 特意捐了83万给他们 为的就是让这哥仨 成为自己手下的头号一员 这可真是个合家欢结局啊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三个臭皮奖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